秀林乡公所为了推动全民防灾政策 深耕族人们防灾知能 21号在慈济靖司堂办理防灾室培训 包括秀林乡公所同仁、村长、村干事 还有族人们等参与受训 而秀林乡公所与财团法人中华民国佛教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 有着长期的合作关系 在时与灾害现场协助救灾人员后勤事宜 对救灾工作发挥相当大的注意 特别签署合作备忘录之后 来增进双方在防灾合作机制 以及推广防灾教育上的实质合作 为了达到全民防灾的目标 秀林乡公所加强办理防灾试课程 通过全民协助推动秀林乡社区村林灾害救灾工作 对秀林乡防救灾能量提升有相大的注意 21号秀林乡公所与财团法人中华民国佛教慈济慈善事业 事业基金会有着长期的合作关系 灾时与灾害现场协助救灾人员后勤的事宜 对救灾工作发挥相当大的注意 特别签订合作备忘录之后 来增进双方在防灾合作机制 以及推广防灾教育上的实质合作 怎么样开始来培训我们的防灾事 也作为我们各村未来在做防灾工作 的一个种子的一个算是老师吧 因为如果没有这样培育 我想我们的社区还是会回到以前 只等待政府的来临才能救灾 这是不对的 所以今天大家能够来到这里参加防灾事 主要我们是要培训防灾事人员 能够先遇到灾害的时候 自己的家庭平时 平时你遇到那个简单 那个小灾害 就可以协助什么 协助家庭 或是协助社区 或是其他的意外工作 你们都可以协助 但是在灾后 灾 灾害来的时候 在政府还没有进来之前 我们的防灾事就要启动 你们的能量 就要开始去做了解灾情的状况 能够协助的就尽量协助 也就是说可以做初步的灾情的调查 给到时候政府如果能够进到灾区之后 当然由政府接手 但是我们的防灾事还是要连结 一起跟政府面对处理所有灾情的状况 防灾事平时协助社区或是工作场所 防灾准备工作 灾时第一时间取得政府疫情资料 协助民众采取应变 以及执行灾后的复原重建工作 且以带动民众自主参与防灾工作的风气 进而达到全民防灾的目标 并与政府合作推动各项防灾的工作 厚制、修理箱、防灾力 共同打造安居热热的新部落 记得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